歡迎來到進轉全球 我是黃盛凱 全球AI浪潮的中心就在台灣 下禮拜二要登場的台北國際電腦展 號稱將會聚集史上最多的重量級CEO 那這能不能讓台積電跟台廠供應鏈 更上一層樓呢 這兩位台南英娜當然也都回到了台灣 包含輝達執行長黃仁勳 他這幾天早就在台灣到處趴趴走 而超微執行長蘇茲峰 也會替這一屆台北國際電腦展 進行開幕的主題演講 而且有消息傳出 超微計畫要斥資超過50億 在台灣設立研發中心 下一個禮拜蘇茲峰就要到南部 勘察地點 同時媒體也盛傳 輝達也有意要加碼投資台灣 在高雄蓋第二座的研發中心 雖然經濟部的官員已經否認 表示沒有聽過這個計畫 但是黃仁勳昨天受訪的時候 特別提到 台灣正在投資AI 他很期待可以幫上忙 兵店擠滿圍觀人潮 大家不約而同 拿起手機往裡頭拍 仔細看 原來是那個男人又出現了 輝達執行長黃仁勳 5月28號晚間被捕捉 出現在鄰家夜市 這回除了和他的太太Laurie之外 就連兒女也同行 黃仁勳的兒子黃聖兵 八年前曾來台創業開酒吧 現任輝達資深產品經理 女兒黃敏山曾在飯店業工作 後來也加入老爸團隊 擔任輝達產品行銷主任 台灣是在世界的技術中心中 沒有台灣 這會很難讓Michael和我做我們的工作 曾經不止一次提到台灣的重要性 黃仁勳再度來台 除了拜訪供應鏈 還有傳聞 輝達還要蓋第二座AI研發中心 而不讓輝達專美 超委也傳出要來台射點 南科和沙倫都是口袋名單 超委執行長蘇茲峰即將來台 預計下周會到台南尋覓場地 兩大IC晶片巨頭都在台灣搶設研發巨店 專家這樣說 超委未來在台灣設置研發中心 就可以就近的與它的主要的客戶 也就是說像鴻海 音業達 甚至是廣達這些人工智慧伺服器的組裝廠商 共同開發下一個世代的人工智慧伺服器 專家分析超委和輝達來台射點 除了找台廠合作夥伴結盟促進晶片銷量外 還能就近穩固晶片供應鏈中下游廠商 達到雙贏局面 至於哪個縣市有望獲得青睞 電力人才還有補貼都是關鍵 今天新聞文雅庭 薛爾辰 採訪報導 AI浪潮席全球 台灣站在風口浪尖 這讓台灣題材現在在外資的眼中 炙手可熱 馬斯克已經放話 他剛剛完成B輪融資的AI新創公司 XAI 將會需要超過十萬顆輝達的AI晶片 來開發新一代的大型語言模型 這稍息激勵輝達的股價 禮拜二又漲破了紀錄 而輝達股價長紅 當然台積電的股價後世也可期 尤其現在外資蠢蠢欲動 而且輝達在禮拜二 幾乎是憑自己的力量 把納斯達克指數推向歷史新高 現在輝達的市值已經逼近了三兆美元 馬上就要超車蘋果 挑戰全球市值第一的微軟 專家表示AI產業才剛起步 而這個起步的階段 就是屬於晶片、伺服器、資料中心 這些硬體基礎設施的天下 所以輝達的股價還會往上飛很久 我們仍然在AI系統中的硬體系統 這是一種原因 一個公司像NVIDIA 仍然在航空運輸 現在遊戲會往AI的硬體系統 因為基礎設計 像GPT 需要很多硬體 調整所有資訊 來製造這些大型的整體系統 去年輝達的股價大漲了將近 百分之兩百五十 那今年才過了五個月 又上漲百分之一百三 很多投資人之前沒有買輝達 那現在都在堆心肝 不過美國的權威財經媒體霸融就說 不必急著現在買 因為最近輝達真的漲太猛了 可以等股價稍微回檔的時候 再進場 那輝達的股價在禮拜二大漲了百分之七 單日的市值波動 再一次超過了一千億美元 這是今年來的第七次 同時也是輝達史上的第八次 美股每天開盤將近八個小時 所以你單日的波動 要達到千億美元 等於你每一秒鐘 就要飆升或狂跌 超過一億新台幣 而這樣一個劇烈的震盪也凸顯 輝達現在在市場的份量 禮拜二收盤輝達的市值 突破了2.8兆美元 跟蘋果只差了大概一千億美元 你很難想像 去年這個時候 輝達的市值還不到一兆美元 三個月前也還不到兩兆 那當初輝達只花了八個多月 它的市值就從一兆漲到兩兆 打破紀錄 而它現在可能也即將拿下 從兩兆漲到三兆美元的最快紀錄 分析師就指出 輝達股價只要再漲百分之五左右 達到一千兩百美元 它的市值就會升到三兆美元 超過蘋果不在話下 而且也挑戰微軟全球市值第一的寶座 而且我們要提到 微軟跟OpenAI 它想要繼續推動ChatGBT 背後的AI模型計畫 其實也要靠揮達的晶片 紐約證券交易所敲響收盤終身 美國晶片大廠揮達在二十八號 收盤漲了將近百分之七 股價再度創下歷史新高 最新股價為一千一百三十九點零一美元 市值目前已經超過二點八兆美元 而蘋果的市值為二點九一兆美元 兩者現在只差了約一千億美元 揮達有望成為繼微軟和蘋果之後 史上第三家市值突破三兆美元的企業 执行長黃仁勳的財富 也跟著水漲船高 身家一度突破千億美元 折合台幣超過三點二兆 回答在二十二號公布財報 第一季度營收年增百分之兩百六十二 資料中心部門的營收更增長了五倍 回答也宣布 將在六月七號把股票一分時股價也將變得更欺民 吸引更多投資人進場 雖然拆股不會影響企業市值 但歷史上的拆股 尤其是正向拆股通常被市場視為看漲訊號 今年三月 揮達公布了新一代Blackwell晶片 採用台積電的4奈米製程製造 揮達表示是有史以來處理速度最快的晶片 有分析師看好揮達漲勢還沒結束 憑藉著他肩不可摧的護城河 在二零三年年底前 揮達市值可能會達到十兆美元 這新聞林鄭李自賢報導 好 不過揮達的AI晶片現在可以賣多少 不是由黃仁勳決定 還要看台積電分配多少產能給他 因為台積電的高兩率先進製程 全世界都在搶 不過對手三星跟英特爾都想要在 次世代的先進製程上面扳回一城 等於現在有一場比奈米更高階的 埃米戰爭早就是戰於密布 尤其我們看到英特爾是來勢洶洶 他們幾乎包下了艾斯摩爾最新的High NA UV 初期的供貨 讓原本嫌這個東西太貴的台積電 似乎又重新考慮他的策略 台積電總裁魏哲嘉傳出 最近密訪了艾斯摩爾 那到底是不是為了採購High NA UV 我們來看專家怎麼分析 我們不跟各位競爭 我們讓各位先成功 每年台積電技術論壇 合作夥伴 投資人都在等魏哲嘉開市 但今年他卻罕見缺席 原來同一時間人跑到歐洲啟動秘密任務 德國工具機大廠意外曝光行程 社群平台上秀出合照 魏哲嘉與艾斯摩爾執行長難得同框 甚至有韓國媒體報導 魏哲嘉這趟拜會艾斯摩爾 就是為了採購最新極子外光機台 去拜訪艾斯摩爾其實合情合理 就是一個普通的拜訪 台積電實際上早就已經下訂High NA EUV這個設備 只不過他目前還在研發階段 專家透露真的是誤會一場 台積電早就下訂High NA EUV 儘管先前公司表態無論2奈米還是1.6奈米 都不一定要用到最新機台 反觀競爭對手英特爾卻大局採購 難道台積電不擔心被彎到超車嗎 對手遇上良率危機 只好砸大錢買設備 但最終就會面臨低毛利率 總境 台積電靠技術優勢 即便不用最新機台 也能保持全球領先地位 靜新新聞 綜合報導 AI熱潮沒有最熱 只有更熱 除了微軟等等的美國企業 大舉投資之外 中國這一邊也積極強化 不然新創公司商湯科技的 共同創辦人徐斌 他最近受訪的時候就表示 中國AI的晶片製造商 跟國際領導業者的差距 正在快速縮小 不過相較於AI技術的發展 中國傳統的房地產業 情況好慘 請問北京當局不久之前 推出了一項史詩及救世的 大規模振興政策 內容包含了松綁頭期館的條件 還要求人行提供 三千億人民幣融資 來協助收購 滯銷的房屋 不過這個錢坑真的太大了 所以普遍外界都不看好 不管彭博社最近有一項 針對十二名經濟學家的調查 其中有七個人他認為 這些措施只會讓今年中國GDP成長 多出零點一到零點三個百分點 那剩下的五名學者看法更不樂觀 其中有四個人認為 對GDP的推升幅度 可能連百分之零點一都不到 那最後一名的受訪者甚至覺得 根本完全不會有變化 簡單來說就是 即便中國砸了這麼多的錢 對經濟卻可能是一點幫助都沒有 那對比這些經濟學家的悲觀看法 國際貨幣基金IMF他稍微樂觀一點 他們看好這些額外的支撐措施 可以讓中國今年的GDP成長 帶來百分之零點四的幫助 另外今天公布的增益報告也顯示 IMF預測中國經濟今年將會成長百分之五 這高於原本預估的百分之四點六 那到了明年中國的成長表現 IMF同樣也調升了百分之零點四 原本是百分之四點一 它上修到百分之四點五 而針對房市的問題IMF認為 目前中國應該要利用中央政策 政府的資源來保護預售屋的買家 以及讓還沒有完工的預售屋 趕快完工 好不過除了房市 中國現在也想要經濟轉型 但是目前電動車這些新興產業 還不能完全取代房地產 就讓中國政府也沒有選擇了 只好再回頭再來拉抬房市 而中國現在房市的景氣到底有多糟 從房價我們就可以看得清楚 這個線圖可以看到 中國70座大型中型的城市的 新屋平均價格最近是不斷的往下跌 那最近四月的跌幅已經來到百分之三點五 這創下了近九年來最慘烈的跌勢 再來黃線的二手屋的部分 行情更加低迷 今年四月份的平均價格比去年的同期 下跌了百分之六點八 這是有史以來的最大跌幅 甚至現在有分析師認為 很多屋主勸著中國政府推出的新政策 要拋售自己的房地產 所以二手屋的價格還有可能會再繼續跌 我們看完了房地產價格 接著要觀察的是銷售規模 我們從公寓跟商用房地產的銷售金額來看 中國房地產的景氣急轉直下的現象 其實非常的明顯 這個柱狀圖你就可以觀察到 中國的公寓跟商用房地產銷售 在二零二一年觸頂之後 就快速的撒滑 在二零一年那年的整體銷售金額 達到了十八點二兆的人民幣 但是接下來的兩年 包含二零二二年跟二零二三年 金額都往下走 而且這樣的跌勢恐怕也還沒停 目前預期今年的銷售金額 可能會落在十點八兆人民幣附近 假設這個預測是準確的 那將會是連續三年下滑 這比二零二一年的高點 減少了超過四場 而這次消息聽在中國政府的耳朵裡面 當然是幫緊神經 因為中國的經濟長期以來 都重度仰賴房地產 所以現在房市的景氣大幅惡化 整體的經濟當然也就好不到哪裡去 根據官方的統計 中國房地產景氣低迷 一整年對於GDP的衝擊 一度高達了新台幣1.5兆 我旁邊這些數字 你可以看到是中國房地產業 對於每一年GDP的影響 或者我們說直接的貢獻 可以看到在疫情爆發前的前幾年 房地產對於GDP的幫助都非常的大 其中在2018年 更是貢獻超過7500億人民幣 後來的2019年 還有2021年 甚至加上中間的2020年 雖然金額你看到是明顯下降 但至少都還是正的影響 都還是正貢獻 不過這樣的情況 卻在2022年出現了逆轉 這一年的住址往下走了 代表房地產拖累中國的GDP 而且衝擊的規模 高達3450億人民幣 換算成新台幣大概是1.5兆 至於去年雖然情況大幅改善 但是貢獻金額還是負值 大概也來到了-43億人民幣 所以現在外界也非常關注 那今年中國的房地產 是不是同樣也會成為 整體經濟的脫油瓶呢 我們再來看到的是 第77屆 WHA世界衛生大會 昨天結束了第二天的議程 對於臺灣連續八年 被拒於門外 這兩天累計有英國 法國 德國 美國 加拿大 日本 等等超過十個國家 發聲力挺支持臺灣 讓我們以觀察員的身份 參加WHA 其中荷蘭跟比利時更強調 不應該漏掉任何的人 世界衛生大會 WHA本屆仍未將邀請 臺灣擔任觀察員的提案 列入議程 外交部在28後 記者會表達遺憾與不滿 但也指出有多國 在大會第一天 總討論議程中 發言挺臺 英法等國已經不是第一次 為臺灣發聲 值得注意的是 荷蘭與代表歐盟發言的比利時 也首次在WHA強調 不應該把任何國家排除在外 儘管中國代表如同往年 想在國際場合排擠臺灣 28號大會第二天 還有更多國家跳出來 不只美國衛生部長貝塞拉 表示大力支持臺灣參加WHA 甚至更廣泛的參與WHA活動 加拿大日本捷克紐西蘭 也在發言中明確的提及臺灣 一連兩天超過十個國家表態 友邦瓜地馬拉則公開感謝 臺灣協助改善國內醫療衛生 WHA連續八年拒邀臺灣 但逆風力挺的聲浪 只會越來越大 今次我們蔡佩奇的綜合報導 休息一下 繼續進展全球 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對話 將在5月31號到6月2號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飯店舉行 台海的情勢 預料也會成為討論糟點 而美中兩國最近多次為了 台海和平穩定 隔空交鋒 兩國的國防部長 這一次會不會在新加坡 面對面會談 也成為關注的重點 聚焦亞洲安全的年度 香格里拉對話 5月31號將在新加坡登場 如今正值美中兩國 因為台海情勢 隔空交鋒之際 都將出席的美中兩國國防部長 將會如何互動 格外引發關注 近日訪台的美國跨黨派議員 重申對臺灣的支持 而剛結束維台軍演的中國 也表達強烈不滿 外界補片認為 中國現任國防部長董軍 可能藉由香格里拉對話 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進行第一次實際面對面會晤 而在2023年的香格里拉會談 奧斯丁和時任 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 只有握手 沒有雙邊會談 甚至還在各自的演講中 不點名互槓 中國媒體預告 董軍會以中國的全球安全觀為題演講 並且要讓美國聽到 中國對於南海和臺灣的底線 強調歡迎與中國改善關係 但要先了解中國的核心利益 會前如此火力十足放話 就看其他國家 特別是美國會不會買單 經新聞 發國總統馬克宏 昨天結束了出訪德國的行程 他跟德國總理燒姿 在聯合記者會上 再一次表達支持烏克蘭的立場 表示應該允許烏克蘭 使用西方的武器 攻擊俄羅斯境內的軍事據點 這話一講出來 又要俄羅斯總統普丁嚴正警告 他說西方國家 如果允許烏克蘭這樣做的話 會有嚴重的後果 德國總理肖茲及法國總統馬克宏 還有德法部長的這張合照 象徵馬克宏結束在德國的三天行程 這是睽違二十四年 再由法國總統到德國 進行國事訪問 德法兩國領導人認為 應該允許烏克蘭攻擊俄羅斯境內的軍事目標 同時也呼籲加強歐洲的共同防禦能力 包含軍援烏克蘭議題 肖茲和馬克宏在國防電力核能等問題上 都多次公開出現意見分歧 肖茲曾大力反對北約或歐盟派兵援助烏克蘭 德國已經關閉境內所有核反應爐 法國如今還堅持使用核電 兩國倡議希望歐洲能有效運用資金 長期發展綠能轉型 AI還有國防及航太等領域 德法兩國是歐盟的重要雙引擎 不過都面臨右派勢力崛起的威脅 一旦右派在國內或歐盟議會選舉中獲勝 所有現行政策都可能面臨巨變 馬克宏此行也被外界解讀 是趕在六月六號到六月九號的 歐洲議會選舉之前 盡力減少爭議 凝聚多一點共識 金新聞綜合報導 台灣最近爆發了國會改革之亂 那距離台灣好幾千公里的喬治亞 國會一樣不平靜 有一張被視為俄羅斯法的外國待人法案 即便面臨了大批民眾抗議 但喬治亞國會在昨天依舊是高票通過 這個外國待人法規定兩成以上資金 來自國外的喬治亞境內組織 就必須要註冊為外國代理人 抗議民眾認為當局將會用這個法案 整肅議己 可能會導致喬治亞變得跟俄羅斯一樣 完全沒有言論自由 高局國旗怒喊口號上萬人走上街頭 對國會的不滿情緒 熟悉場景這次不再傾倒動路 我難以記住這件事 我難以記住這件事 我就是這麼明顯的罪惡 喬治亞總統佐拉比切維利早在十八號聲明 否決執政黨推出被諷刺為俄羅斯法的外國人 代理法 但喬治亞實施內閣制 政治實權掌握在總理可巴伊澤手中 國會二十八號仍以超高票數 推翻總統象徵性的否決意見 飽受爭議的外國人代理法規定 從海外獲得兩成以上資金的組織 必須註冊為外國代理人 疑似想要藉此遏止不同聲浪 打壓異己 阻斷喬治亞加入歐盟的美夢 甚至抱持反對意見的議員 上台抨擊法案也被強迫喝水 誇張國會格鬥台不只是臺灣專屬 雖然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 紛紛對爭議法案表達堪憂 甚至要對投贊成票的議員祭出制裁 但外國人代理法強制通過 未來幾天國會議長就會簽署懲罰 喬治亞民眾自發性上街 遊行 希望國會聆聽人民訴求 用不同語言抗議 沒有討論 不是民主 進行王家政 旅家漢報導 美國聯準會明天將會公布經濟和皮書 外界可以依歸全美各地區的景氣現況 那投資人現在擔心的不是美國經濟不好 而是景氣真的太好 好的 讓聯準會不能趕快降息 尤其預警衰退的指標 美債殖利率曲線都已經倒掛超過四百天 美國經濟卻完全沒有任何衰退的跡象 那在這張下去就連經濟學教課書可能都要改寫了 衰退到底什麼時候會出現 對全球市場又有什麼影響 明天晚上九點半將持續鎖定 八十六台進轉全球 最後我們帶您到哥倫比亞逛國家公園 感謝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們下回見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